老师好,欢迎老师来参加今天的Canva的这座演习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Canva,什么是Canva Canva真的不简单耶 这是澳洲人所做出来了 现在的市值,市值非常吓人 那简单的说,你只要跟平面设计相关的 用它就对了 那教育版的账号,全功能都不用钱 都不用钱 所以等一下呢,要请老师去做注册 那这是由澳洲创业家 这个,它制作了 它简单的说,就希望说 每个人你多多少少可能会制作简报啦 或是一些学习单,卡片,海报,节信卡片 那你只要送Canva,你只要换字换图 莫名其妙就做得很漂亮了 我简单的说是像这样 那这个呢,接下来基本介绍讲完了 接下来呢,去哪里呢?去Google打个C-A-N-V-A Canva Canva打完以后就看到第一个咯 第一个,它说免费的设计工具 那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你今天只使用个人版的账号 你也可以来使用,没关系 所以不要再换账号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是一般版的账号 有些碰到皇冠的图形不能使用 那基本的学习过程都一样 那我在Google打个Canva 接下来再来点这个 就进到Canva的网站 那首先注意哦 你必须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哦 各位看一下右上角这里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新开建立的账号 后面带EDU的 你看见吗? 所以等一下我注册完的时候 填完基本资料 它就会给我专业版 来,那我们先来做一下哦 第一个,因为我已经登录了Google账号 各位现在在Google Meet了 所以你登录Google账号,对不对? 接下来就在Google打Canva 当你连到Canva的网站的时候 它自动会把你的账号带到这里来 所以现在越来越方便 你点完这个以后就注册了 来,我点一下哦 点了以后呢,就跳出这个来 那我们当然要点确认 哦,就进来了 进来的第一次 它会问你是谁 那麻烦老师就点右边的教师 我点一下,把注册做完 那就填自己身份吧 我们是在国小 那我就点其他 这边是高等教育什么的 那接下来 要不要取得团队成员 这边就不需要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略过 这样就注册完成了哦 不过这样注册完成的时候 各位老师稍微看一下下哦 我现在点一下这个简报 给老师先看一下 等我一下哦 你现在是注册完成了 那有些功能的话 先简单给你提一下下 我们等一下还必须加一个手续 才能够升级为什么呢 教育的专业版 否则有些效果你是不能使用的 那这边我找不到不能使用的效果 来 不过等一下请各位先注册吧 我们等一下再带你 哦有看见了 来各位老师看一下哦 如果你没有等一下没有把它完成 教育版的注册账号 我们现在只有注册完 等一下还要经过一个升级的程序 以后呢 看到皇冠了才能够使用 简单的说 任何人Google账号都能注册 但是教育版你要跟他讲 你是教育人员 要经过一个程序 如果碰到皇冠了 表示你不能实行 譬如说里面他有非常非常多 超过一大堆的设计 如果你没有升级成教育版的账号 使用教育版账号注册还不算哦 必须再经过一个程序 来麻烦老师先进行注册一下下 再来麻烦老师先进行注册